《新海革命》 新海革命代表中華兒女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這是載入史冊的 所以誰紀念了《新海革命》 誰就是傳承者 我們今天來緬懷先烈 是讓我們要牢記初心 不忘使命 繼續建設好新中國 更加積極限上 為我們的民族的偉大復興 做出更大的勇氣 《新海革命》的精神就是要國家要統一 民族要富強 整個民族要復興 這是《新海革命》的宗旨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實際上我們現在就往著這個方向 在快速地發展奉勇的前進 只要我們所有的中華民族 港澳台橋、華人 都能夠就是一心為國 一心報國 樂愛自己的祖國 振興祖國 我覺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是任何力量都阻擋過那 不管孫中山領導的《新海革命》 還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勝利 是影響到我們現在中國的格局的 因為沒有孫中山把民主共和的理念 植入人心的話 後面一系列的民主革命 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 中國共產黨推翻了三座大山 解放了全中國 全國人民徹底站起來了 中國從此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你說今天我們中國在世界上的話語權 沒有中國是不行的 那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結果 民族的復興大業要靠我們一代一代去完成 還是要繼續走下去 像孫中山講的那個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